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知名美食专家兼餐饮集团 Tobon Korea代表Pik Jong-un 从几年前开始就与自己的家乡 重庆南斗李商军签订协议 进行了活化李山传统市场的项目 原本商圈失去动力 成为鬼城建筑的李山市场 在Pik Jong-un的设计和投资下 今年初重新开幕的李山市场 目前收到韩国男女老少各年龄层的喜爱 成为该地区最热门的打卡经典了 但是最近有消息传出 Pik Jong-un被一些店主 透过国民神闻股举报了 12月18号 Pik Jong-un的YouTube频道 上传了一段李山市场年终结算的影片 Pik Jong-un与员工一起分享了 李山市场改善项目的进展情况 根据他们的评估 该项目非常成功 自1月开始以来 新创店铺从5家增加到了32家 预计到年底 访客人数将突破300万 接着影片公开了 Pik Jong-un与店主们的座团会片段 Pik Jong-un提到 他最近被一些李山市场店主们给举报了 举报的内容是指 Tobong Korea 强迫以昂贵的价格销售降料和其他供应产品 Pik Jong-un表示 完全不是事实 Pik Jong-un透露了极大的失望感 最后他也公开批评了 开业不到一年就经常离开店铺的一些老板 一个人工作变忙 并因此创造就业机会是值得感激的事情 但那是当我的身体实在无法承受时 才会考虑雇佣更多人 开业还不到一年就雇佣兼职员工 老板享受空闲时间 Pik Jong-un最后表示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会按原则处理虚言问题 到那时候再怎么抱怨也没用的 这真的是出于担心才这么做的 希望老板们的生活能有所改变 成为一个好的例子 让其他地区也能学习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这些人不感激自己得到的许多 却对自己微小的损失感到极度不公 真希望能把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生活 虽然初衷是很好 但如果那些店家的心态不改变 情况是不会好转的 或许现在放手对心理健康更有帮助 到最后可能还得亲手喂他们 甚至还得绞碎了再喂 忘恩负义 因为是家乡才更加关心的 之前还哭哭嘀嘀地抓着哭脚祈求机会 现在又背叛了 确实人心是不变的 如果好意持续 他们会以为那是权利 这真的是金句 人们选择去大型超市而不去传统市场 这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 Picture One被电竹举报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 大家比较喜欢去大型超市呢 还是传统市场呢 为什么呢 Picture One被电竹举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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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